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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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當我們講到 為什麼今天會特決針對韓戰這個事情再來談呢? 實際上是因為韓戰不僅沒有結束 而且戰鬥有可能會再度爆發 這是現在我們國人 我們自己來要有很清楚的概念 韓戰有可能會隨時爆發 這個危機的這個看法一定要先有 不然的話我們先考慮畢竟是沒有意義的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實際上當然我們有最近的一些發展 例如說是北韓 北朝鮮 他的金正日他可能身體不好 然後他會進行這個權力繼承等等的這些問題 但基本上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應該可以這樣來理解 就是說1950年那個時候的韓戰 他是揭開了整個冷戰的一個序群 雖然說冷戰是以歐洲為主 但他整個揭開序幕是因為1950年代的韓戰 而全面的展開 但是等到這1990年的冷戰結束掉了 在歐洲的冷戰結束掉了 蘇聯崩潰了 東歐開始這個倒向西方了 但是我們卻看到整個韓戰 他的朝鮮半島情勢 卻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發生改變 那這表示怎麼樣呢? 就是說當時從韓戰結束 發生韓戰之後所出現東亞情勢的變化 他的結構的這個部分 並沒有在冷戰的結束之後 在東亞這個地方權力結構出現變化 所以說才會繼續維持韓戰這樣一個系統 那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在思考說 如果說今天會爆發 韓戰的戰鬥有可能再度爆發 然後我們現在結構又是這個樣的話 那到底對台灣來講會怎麼辦? 所以這是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是希望說各位起碼跟我共同 可能腦袋要有一個對於現實的一個圖像 可能是在這邊 不然的話我們只在討論歷史的問題 好 那回過頭來我們就來看 如果要講到這個歷史的時候 如果今天結構是這樣 我們就要去反省一下 為什麼在1950年韓戰那個時候的變化改變了什麼樣的情形 那延續到今天 我們先看一個很有趣的狀況就是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戰鬥結束了 剛剛理教的時候講戰鬥結束了 但是我們整個二次世界大戰的合約 是一直等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1951年舊金山他才簽署 所以說這表示什麼東西? 戰鬥結束了然後到1951年舊金山合約他才簽署 這六年到底在幹什麼? 這六年到底在幹什麼? 照講打完仗啊 那趕快要去簽訂獎盒啊 要不然的話我們怎麼樣去走到下一階段呢? 戰勝國戰敗國都要趕快去處理這個事情 結果沒有 拖了六年 拖了六年這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我們如果從這邊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到在東亞這部分 當然剛才之前包括陳教授也特別提到 就是中國那個時候蔣介石政權跟共產黨 蔣介石拜共產黨等等這些發展 但基本上我們可以先看 在1950年韓戰爆發之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他在戰鬥結束以後 他對整個世界格局的一個企圖展現的設計會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這個地方可以看 在當時聯合國的設計 所謂五個常任理事國 除了美國以外 另外蘇聯、英國、法國還是幾個中國 他的這個基本戰略設計是為什麼呢? 當然說美國、英國、蘇聯 他們共同是怎麼樣?是戰勝國 但中國他參加這整個那個 對德國或者是他們的戰爭是很晚的事情 然後法國在當時甚至基本上是被打敗的 為什麼中國和法國會被列為常任理事國之一呢? 在當時實際上是這樣的期待 就是說在戰鬥結束了以後 美國他對整個世界局勢的設計 是希望說在亞洲透過中國 中國一方面他可以壓制在那個時候發動戰爭的日本 同時他也有辦法扮演某種程度去抵禦 蘇聯有可能會向外面傾逼的一個角色 在歐洲那個地方他陸地上面希望什麼?希望法國 法國一方面可以去怎麼樣? 壓制在當時成為發動戰爭的德國 同時也能夠抵禦在歐陸上面抵禦蘇聯 他這邊的一個影響力 那美國和英國兩個作為 就是說太平和大西亞外面的這個兩個島嶼國家 就藉由在那個歐亞大陸這裡面 亞洲透過中國歐洲透過法國 然後進行他那個壓制日本壓制德國 然後來抵禦蘇聯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設計 所以當時是這個樣子想的 所以在亞洲這邊除了他在聯合國的設計之外 他在對日本來講的話 當時那個麥克阿瑟他佔領日本的時候 他在幹嘛呢?他清算掉日本原來救勢力 然後進行非常激烈的 我們現在今天來講可以說是Libro 非常自由的這樣的一個改革 甚至還出現一個日本的所謂和平憲法、非戰憲法 要約束日本他的一個戰爭能力 就是他國防動員的能力 在當時整個設計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在走 即便在當時中國 蔣介石的部隊很明顯地是在敗給毛澤東的部隊 但是美國在當時認為說 既然在歐洲那邊有南斯拉夫的迪托 他和那個時候就是南斯拉夫的一個領袖 也是號稱是共產社會主義陣營 但是他和蘇聯之間有非常多的不合 他認為說毛澤東和史達林之間的關係 也不是那麼友善 所以說有可能即便蔣介石要敗給毛澤東 但毛澤東有可能扮演在亞洲 像迪托在歐洲扮演假設一樣 他不會完全聽蘇聯的話 所以他們還認為說 這個就算是我們放棄了蔣介石 但是我們還是有辦法可以跟毛澤東合作 那這也是到後來為什麼 一直到1950年1月的時候 甚至美國在當時他在這個 就是對在1949年當陳教授講到說 他會出版對華白皮書 基本上是放棄不僅放棄國民政府 甚至他對於台灣 美國也不認為說這台灣就要怎麼樣 他也沒有想要把這個防守下來 當然在如果說看史料的時候 包括當時美國國務卿Edgerton 他曾經有在試圖說 是不是在台灣建立一個非蔣介石的一個政權 然後取得一個獨立的地位 那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共產黨的力量不會到台灣來 但是一方面在當時他們的評估是 當時蔣介石對台灣的 在228事件之後的一個全面的掌控 所以很難會有一股新的勢力能夠取代他 那另外一點 他們也是在認為說 如果說一旦拿走台灣的時候 在當時整個東南亞 包括中國的那個革命 有很多是代表什麼 是所謂反殖民主義的勢力在這邊崛起 包括像當時的這個Indochina 就是在越南中南半島 在印尼這些地方 那如果說美國他在這邊鼓勵 所謂的台灣獨立的運動 那麼很有可能會怎麼樣 會使得包括在東南亞這邊的民族獨立運動 和中國那個地方他的這個 毛澤東的革命運動 有可能會某種程度的匯流 那匯流的結果 實際上是指美國他在進行的 這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對亞洲的經營裡面 會被認為這是什麼 就像西方的帝國主義者 那對他們倆更難處理 所以的確在1950年1月之前 美國他對台灣採取是殺手不管的政策 他甚至可以放任台灣變成共產黨的一部分 這也是為什麼在1950年1月 當時阿晴森他在這個National Press Club 在那個地方的演講裡面 他講美國防衛範圍 他故意漏掉哪裡 一個朝鮮半島 一個惡掉台灣 這跟這也有關 但是這個東西後來發生改變 其他兩個事情 在韓戰爆發之前那是6月 在4月的時候 中蘇他簽訂了友好條約 那當然友好條約簽訂 這個地方又有一些故事 可是關鍵是在於說 中蘇他簽訂友好的條約之後 實際上是美國原先的設計 他是認為說 我們要和那個中國合作 有辦法來透過和中國合作 來抵禦蘇聯的這樣的一個期待 這邊開始就開始產生懷疑 那因為在那個時候 美國已經決定要對蘇聯採取 相當程度的圍堵政策 只不過說這圍堵的前線 是要擺在哪裡 擺在中國勒 還是要擺在台灣 或擺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美國是不太清楚了 但是因為中蘇他在1950年4月的那個條約 使得美國他原來認為說 中國可以做美國盟友這個部分 開始出現懷疑 再跟著6月整個還這樣爆發 那所以說那個美國的設計 就開始做一個根本的變化 在這根本的變化之下 原來美國要扶持中國壓制日本 開始全面的轉向 他對這個日本這個地方 全面的要調整軍備 加那個促使日本他的那個自衛隊 原來從這邊是最低的戰鬥能量 開始給他積極的強化 在另外一方面 美國他在歐洲 當然在之前他已經有馬歇爾計畫 但同時他的德國那個地方 也是開始要強化德國那邊的那個經濟 和他的國防的力量 所以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那麼在這個結果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韓戰之後 我們剛剛所講的 他除了對日本這個角色出現變化以外 他開始發展一系列的什麼樣呢? 雙邊的同盟關係 韓戰的時候 當然那個時候是美國和韓國 然後美日發展的同盟關係 後來接著包括什麼? 美國和紐西蘭和這個澳大利亞 美澳有的同盟關係 以及後來的東南亞的這個公約組織 那當然啦 這個國民政府 後來和美國簽訂的這個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那個時間是在1954年 那並沒有是在 例如說是美日同盟簽署 以及美韓同盟簽署 還有包括美澳有同盟簽署的那個時間 還是比較後面 這邊有一些其他的故事 包括他怎麼去看待蔣介石政權 Liberal總統 對 都國安必殺 顏身庭 對 這個